科幻影集《星際爭霸戰》中 飾演7月號首席通信官 尼歐塔烏胡拉的非裔美國女星 尼雪兒·尼可斯 穿出於7月30號逝世 享受89歲 尼雪兒的兒子今天透過IG发布復文 我的母親昨晚因為自然原因逝世了 家人因此陷入悲痛 告別式僅讓親人朋友參與 請外界尊重母親隱私 她所遺留下來的光芒 將會成為我們以及後代子孫 學習並獲得靈感的來源 在《星際爭霸戰》扮演通信官的尼雪兒 打破了當時的刻板印象 成為美國電視史上第一位 演出奴仆以外角色的女性非裔美國人 而她與威廉·薛娜所飾演的寇克艦長 在劇中的一場跨種族吻戲 也成為當時前所未見的經典畫面 尼雪兒晚年依然熱情參與相關粉絲活動 但2015年傳出中風 2018年罹患失智症並宣布隱退 今年都有兒子一手照顧 雙方的詞 最初便會成功 尤其中一個